台铁泰鲁格号脱轨事件造成了严重的伤亡 不过当下有许多的乘客第一时间强忍伤痛 协助其他乘客来脱困 接下来一起来看灾难中 真实的无名英雄患难见真情 台铁泰鲁格号脱轨事件造成严重伤亡 不过患难见真情 当下有许多乘客第一时间强忍伤痛 协助其他乘客脱困 华林寺院整合医学急诊后 送病房主任陈冠斌医师表示 当时一名第八车厢男子脑部出血 手也没力 却忍着身体疼痛 踢破车窗协助其他人受困 当时就是他其实是胸部受到撞击 有严重的胸痛 那行动也不良 那双腿都是血 那他其实当时没有想太多 因为旁边认识的乡亲啊 妹妹啊这些都还困在车子里 那困在车子里 唯一要出去的办法 车厢已经变形 所以就是要靠有人把窗户打破 那当时这个已经都没有办法去找 这种我们所谓那个破窗器 他就是用脚把那个玻璃给他踢破 那踢破了以后把人救出来以后 他就跟着救护车就到我们医院了 那到了住院的时候 他的这些胸痛啊 这些问题 内出血的问题都排除掉 才发现说 他右手没有什么力气 所以实际上后来我们检查 他脑部是有个脑出血 所以他是在不知情的状况下 身体也很多的这种疼痛脚部也都是血 可是其实是别的病患别的伤患的血 但是他还是就赶快把玻璃给踢破 然后把这些车内的伤患都尽量能够救出来 所以刚好我们同个病房的病人也是他救出来的 都也有到他的床边跟他自泄这样 目前男子病情稳定 也谦虚接受受救伤患的感谢 医师陈冠冰透露 这次事故让许多伤者面对庞大的心理创伤 严重者一点声音都会让情绪失控 崩溃大哭 目前院方会协调身心医学科医师 协助治疗较严重伤者 后续也会透过附健科 其中西医治疗服务病患 曾经病患复原速度 接着长方夜华联系报导